1955年5月13日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 刊登了一篇名为 关于胡锋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 因为这是一篇由私人信件整理而成的材料 随后一场全国性的 升了级的批判、声讨和逮捕展开 前后被牵涉案中的人员达2100人 而文章材料的提供者舒吴 因构陷冤案被人们称作是告密标病 一篇关于胡锋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让舒吴成为揭发胡锋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 更让他背负骂名 孤独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没有交过什么心 这个心就是也要向我借去 那是业务它需要教队 然后袁随派看见了 袁随派上去看见了 然后袁随派又背着叶雅 也背着我叫到里面海里去 所以我并没有交什么心 可是后来他们就说 啊说这是间接教训 这不能叫间接教训的 我并没有委托什么人间接教训的 我是只想借信去参考 无论舒吴如何都不情愿 他上交的这些材料 终究还是成为了胡锋货罪的主要证据 文学界曾经评论 很少有人比得上舒吴的聪明和才华 即使在胡锋众多的才华横溢的朋友中 他也显得智力过人 但就是这位才华过人的舒吴 让1955年的五月 成为了胡锋和他的朋友们噩梦的开始 事后嘛 但是那个各个机关的 好这个说听胡锋分子 放胡锋运动里面 但是我就是 没算胡锋分子的 我就本来以关系身份来说 但是应该算胡锋分子的 我但是没算胡锋分子的 记忆回到十年前的1945年元旦的重庆 那时候战火的硝烟仍然灼上着中国人的心 一本定名为希望的刊物 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中 创刊人胡锋将其命名为希望 似乎要表达某种希望和幻想 在这第一期的刊物上 一篇论主观的论文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胡锋他本来是个文艺家 像论主观这样的文章 这文章根本是个文艺无关的 而我的文章是 本来一个很羡慕很重要 用通南牌的标题 所以我很高兴 书五论主观一文的作者 因为青年作家陆灵的引荐 而结识胡锋 当时为了响应1942年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做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号召 乔冠华、陈家康等人 分别发表了方生为死之间 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 表示自己对整风文件精神的理解 不想却被认为是犯了违心论的错误 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评 也是为了打破这沉闷的空气 胡锋决定将书五的论主观 发表在《希望》杂志上 书五论主观是这么一个背心 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 都是追求国性解放 勘战以来 国共合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 这些都有的 批判国民党也有的 但是在这个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 左翼阵营内部 来提出国性解放问题 批判这个左翼阵营 马克思主义里面的一些僵化 压制批判这些东西 这是第一篇 为了使读者能够明白 在《论主观》一文的编后记中 胡锋还特别刊登说明 《论主观》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涉甚广 当然也就非常吃力 作者是尽了他底能力的 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弃 要无情地参加讨论 随后不久 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人士 在重庆召开了一个内部座坛会 我都没参加的 胡锋参加的参加 很快 胡锋就联系 没潜水告诉我 打开就告诉我 在内部已经有批判了 所以我就又洗又精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 11月 胡乔木来到重庆 目的是要解决国统区 进步文化思想界几个问题 论主观也是其中之一 年轻气盛的书武 随后便满了第二天 离开重庆的船票 回到了他所任教的 四川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校 这也可以说 就是胡锋帮我 一下就迎向一个 迎向一个文坛瑞部的 一个风口难尖 像这么一个间断地位 今天大家注意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这也可以说 胡锋帮我这个培演 希望第一期 因为发表书武的论主观 所引起的反响 不但是疏无始料未及的 更在此后的许多年后 这篇论文中的论点 竟离奇地成为了胡锋的一项 主要错误和罪行 内战爆发后 由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 由重庆移至香港 1948年 乔冠华 黄耀眠 林默涵等人 在香港重新组织了 对胡锋思想 包括书武论主观的公开批评 并首次提出了胡锋的文艺理论 显出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了 黄耀眠在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写道 硬要在唯心论上面 借点机械唯物论来装点门面 便趁机会 披上了约瑟夫的外衣 而自裁于唯物论这里 这论主观 胡锋指示我写一篇大便文章 这篇大便文章呢 从开始论主观而批 一直在那么多年 我写了好多遍 改了好多遍 胡锋始终认为不满意 他始终没发表 他很觉得华夏国 写这种文章的理念 也已经不够了 他始终也没发表 始终这个文章也写好 始终写不好 所以这个修理 这些慢慢才发现 这个修理当时的自己 还不太有机会的 书吾说 此后他觉得自己 似乎与胡锋和朋友们 有了一种疏离的感觉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朋友们有的在上海 有的在中原 有的在北京 而书吾远远地留在了 南宁的一所中学里 那时的书吾寄希望于胡锋 希望他能帮自己调到北京工作 而此时的胡锋连自己的工作安排 也迟迟未能解决 面对胡锋的受冷落 书吾不得不重新 颠量自己的未来 因为当时呢 南宁是第一个 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 教师学习班其实就是一个抽步的实验改造班 我呢就是副主任 主任是学生木杉 我当副主任 就把我摆在一个实验改造的地位 这个是别的人都没有的 不但是肉林他们他们没有 也包括虎风 虽然地位很高 但是总摆在一个 好像等着必改造 就摆在这么一个地位 至于我在说是摆在这么一个地位 改造这个地位 书吾后来回忆说 从抗战初期到建国以后 我的政治信念与思想 实际的关系方面隐隐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 一方面要继承五四传统 走五四的道路 追求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人格 另外一面又崇拜斯大林主义 相信政治决定一切 这些东西对我起作用 1951年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对电影 《武训传》的批判社论 全国各地报纸 很快刊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批评 检讨文章 在学习毛泽东思想 改造自己的热潮中 书吾想到自己身上 还有论主观这一大公案 我当时就是用改造的这些文件 谈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要解决这个矛盾 我一方面 我相信这个改造 改造就是一切公开谈 另一方面 我自己还有一个 叫必改造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不如来 我自己公开谈吧 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写下这个标题的书吾 早已没有了曾在鼠山之间 与好友漫步黄昏中的谈笑风声 和许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 书吾做了这历史摆出来的选择 这些文字是书吾抛弃救我的宣言 1952年5月25日 长江日报发表了书吾的 从头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未曾料想 两个星期后的6月8日 人民日报特地转载了书吾的文章 并在编者案中提出了 以胡锋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 是纪念这个江河发表16年 我呢还是起初有那么几个人 我们有个共同的 共同的问题 共同的问题就是 以小自然界的革命性 再起胡锋山界的革命性 我们现在应该共同的解决这个问题吧 而胡锋木的这个案子那边又进一步提了 他说以胡锋为首啊 存在着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他们起的小集团呢 当然还不是政治上小集团 文艺上小集团 但是起的小集团又进一步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一步一步升高了 抱着迫切要改造自己的态度 书吾又在文艺报上发表致陆林的公开信 致陆林的公开信则牵涉对胡锋派的作家 有人的禁言 批评 此时 书无需要的是彻底否定自我 胡锋他们一看这个态度已经更大了 我为什么接着名字呢 并不存在什么好像说 把这几个卖出来的不是这种问题 你还是用这个四线改造逻辑看吧 好像和我们大家老朋友 我们一到来过这个四线改造官吧 7月19日 胡锋接到周阳的通知 前往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锋文艺思想的会议 火车启动了 向前方奔驰而去 胡锋不知道何时才是终结 不久之后 书无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通知 书无在他的这本口述资传中这样写道 正当我要在南宁中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 好好带头检查思想的时候 中宣部突然来了通知 点名要我去北京参加帮助胡锋检查文艺思想的座谈会 来到北京后的书无被安排住在了北京东总部胡同的中国作协 就是这个中央着急开会了 主要的找了胡锋 陆林 我 另外的 就是我记得有名单的 另外的 最主要的就是周延 林曼涵 少前林 何启帆 主要的发言是这几个 另外有二三十个 都是这个党员 文艺界国发民寅导人 冯雪峰 爱琴 天坚等等这些人 三天后 林默涵告诉书无 这次会议是纯粹的内部座谈会 主要是帮助胡锋认识他自己的问题 目的是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登出来 并特别关照书无说 你明天也可以找胡锋谈谈 多沟通沟通 第二天上午 书无便去了胡锋的住处拜访 谈这就是这些吧 也就是我公开发表过的这些意见 智能林公开信啊这些意见 我住的一切都是公开吧 所以我批判文章我也用这个程式发表的 智能林公开信都是公开发表的 其实也就是这些意见 谈到吃了饭之后呢 谈到吃了饭之后呢 住在旧文化部的人 然后呢 我们出去吃饭 他请开 吃完饭 我们又到前山去喝茶 喝茶呢 有鸡修坛 他又有鸡 有鸡 有鸡 鸡直到晚上 就差不多上午下午 他是一整天 他们表示什么 就在鸡 我以为他是 我以为他是这个 为了检查自己呀 就鸡炉 那天他们一直谈到很晚 快吃晚饭时 书无才离开 彼此还是很友好的告别 书无说 那是他与胡锋最后一次友好的告别 从那个以后 开主堂会 我在北京等了几个月 一共开过三次会 四次会 开过那会之后 胡锋表示 好像是说对大家的批判 我一直还慢慢消化 我讲的 我写文上检讨的 他事实上后来他也没有写 没有写后来我就 我就叫在北京来工作了 叫在北京来工作 我们直接就没什么来玩的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 书无被正式调往北京 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同时 胡锋也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他的关于全家搬到北京的要求被同意 但胡锋不知道 同意他搬来北京的目的 是为了便于随时批判 1954年夏天 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 书无陪上司聂甘努 与从重庆来北京开会的好友何建勋 正在蒂安门马凯餐厅吃午饭 当时也是胡锋派这个作家叫做何建勋 他专门写冯刺性小说的 他跟胡锋的关系也很见很见很见的 他也看到我这个公开检讨 他还认为我来去家检讨 日文我跟胡锋的关系还是很密切 所以他去看列干楼 并不来看我 结果他列干楼还找我陪他吃饭 我们三个一块吃饭 从吃饭中间从头到尾 胡锋洞在那里骂胡锋 骂他不修武术 骂他不懂批评 假扮批评 从头来骂他 实际上就骂给我亲家 饭后 逆干努提议 一起到离着不远的胡锋家看看胡锋 我本来不想去的 后来我也觉察到 这何建勋对我好像有点靠近的意思 好像说看你敢不敢去接胡锋 好像有什么味道 我看или去跟胡锋枕枕枕枕枕就会去了 一去呢 正好吃过凡你的时间 湖峰在里面睡午睡 梅芝在院子里面 我们一进去梅芝有点吃惊的样子 然后就安排我在外面开心去坐下 他进去告诉湖峰 把湖峰从午睡里叫醒他 叔吴等人进了会客室 湖峰好一会儿才出来 湖峰走出来之后 记忆他看着火箭通 五个走 奶奶啊 奶奶开会啊 还有几天住吧 好 我们改天要去再谈 然后就往回 走进去 走进去过程中的满街干走 那个脑袋 你也不通知以前什么人都往回这儿在 再走几步 最后我这个地方 不是这些混蛋东西能够来的 不是混蛋 然后再掉头而去 这一下子这个 何建勋就也说了 说这个湖峰太不对了 红色 面对何建勋的愤慨 此时的叔吴却显得格外平静 这一年是32岁的叔吴 与52岁的湖峰认识的第十个年头 这也是叔吴最后一次见到湖峰 1955年的中国知识界 舆论界 受命开展批判湖峰文艺思想的运动 正在悄然地进行着 忙碌的叔吴又一次被推到了风浪的前端 4月的一天 人民日报的一位女记者叶瑶 来到了叔吴的家里 要她写一篇关于湖峰的宗派主义的文章 我跟湖峰最初就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 刚刚跟她重新的开始不久 我当然还站在我们一边 就说我们有些才顾虑自己的 湖峰马上就很敏感 就放过来质问我 你说我们怎么顾虑自己 我们去政治学研 大农学研 就放过质问我 这个叶瑶的 他找六岩 六岩不写 找六岩没找到 来找我 一找我 但是正好跟我原来的思想想和 而且我也懂得 这不是个不上干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思想无关紧要 上不了干 因为我当时已经批它是 反社会主义反马上思想的问题 已经更高了 中派不中派就不是思想问题了 所以我说好吧 我就要写这个吧 但如何做到准确真实 是叔吴对写这篇文章的 首要要考虑的问题 叔吴想到了四十年代 自己与胡锋的书写 这时候这个写就关于中派主义 那么中派主义怎么写的 中派主义 你要从它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 那里没有什么 主要就要从它的欣赏了 欣赏 马这个 马那个 还有除了我们自己的这几个朋友 还有一切都是五七八糟 主要就拿这些作为证据 这就存在于他的心里面 书五很快就写出了关于胡锋宗派主义一本 文章写出后 为了核对原文 报社领导 让叶瑶向书五 借出那批信件 此时的书五或许没有意识到 只要这些私人间的通信一旦公开 将意味着什么 书五的这些信件 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接去之后呢 这里蒙古就加些有 加一平均四个人 冰国是加 叶瑶是一 叶瑶是一 从加法面把这些信接去 这是第一 冰 冰呢就是叶瑶的三级 圆水派 圆水派呢 当然就要看到这个 叶瑶接去的这些信 然后圆水派呢 又背着我 最后是也背着叶瑶 把这些信呢 拿到你们海那里去 随后 书五接到了前往中南海的通知 你们还说 李这文章也不用发表了 不用你写什么 虎空中海规 不中海规 也不用发表了 李只要把它原材料 把它再编下来 分几个方面 再编下来说明就行了 他还说这么一句话 说现在 大家做点 已经不是要看李书五说什么了 而是要看虎空说的什么了 要看这个了 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 则渐渐超出了书五的想象 不管此时的书五是否情愿 是否承认 他已经成为了上面最需要的人 到你们海那里 当时就 我说最差点的人不告诉我 一看人 他在中间 中间是他几次电话的催吻 我说差不多熬了一天也 把它编好 既然那么紧急 应该很快就登出来 结果又没登出来 我就奇怪得很 差不多五六天吧 好几天 突然 也要打电话给我 说李这材料明天见报 你赶快来还有几个字 焦虑不清楚来看看 也是在这个时候 书五知道了自己的文章 将要与胡锋的交代材料 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发表 书五看到自己写的材料的题目 由关于胡锋小集团的一些材料 变成了关于胡锋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文章的前面还多了一段暗语 那个暗语但是没有说什么名字 或者口气一看都知道什么 意思是说 要真检讨就要像书五的样 把材料统统钻出来 像胡锋这种加检讨不行的 第二天5月13日 人民日报在第二第三版分别发表胡锋的检讨和书五的材料 这一消息传来不仅使胡锋和朋友们目瞪口呆 就连一直在进行批判的许多人也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人说书五因此完成了他的自我实现 然而两年以后 在反右运动中 书五也被打成了右派 背负胡锋反革命集团罪魁祸首的书五 孤独的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如今86岁的他更愿意上网写博客论时事 他说这是自己思想的自由道路 城市区公主的厄励 倒入三十一对 胡锋不掌管 大学生结果 一年的《陈语大学》 我将加入来 《陈语大学》 中文字幕——YK